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任何指点在任何时候都同时具有一个确定的质量和一个确定的动量 真是这样吗 波是连续而迷上的 粒子是离上而凝聚的 因此波和粒子是有严格界限不可混淆的 真是这样吗 这些问题以子外灾难为触发点 在量子力学的建立过程中被解释出来 为了解决黑体辐射问题 普朗克用内差法得到了一个吻合实验曲线的公式 但公式的物理意义需要解释 这是一个化时代的概念产生了 普朗克提出 把辐射能量看成离上的 就可以通过概率分布模型把公式推导出来 他提出能量子概念 规定能量有一个最小单位 频率为μ的 斜整值的最小能量为 E等于hμ 因忍而解 爱因斯坦运用这个假说成功地解释了光电效应 光照在金属上 会激发出电子 但是只有一些特定频率的光能激发电子 而且电子的初始动能 只与照射光的频率有关 而与光强无光 这些现象用能量连续的模型完全无法解释 而当爱因斯坦把照射光看成光亮之时 问题得到了完美而简洁的解决 当时新生的原子物理学里 也有一个著名的难题 就是原子坍塌 如果能量是连续的 那么核外电子有很大几率连续失去动能 沿螺旋线向原子核靠近 最后跌落在原子核上 过程中辐射出连续的光谱 然而这在经验上是不存在的 原子靠什么维持不坍塌 这个问题 尼尔斯·波尔同样借助那个Hμ 成功地解释了氢原子的离上光谱 波尔的氢原子模型 使原子物理学正式从经典理论 向量子论迈进 在这个模型中 核外电子只能处于一些特定的轨道上 最低能积的轨道叫积态 其余的叫定态 电子的位置不能低于积态 这就是原子不会坍塌的原因 电子在积态和各个定态之间跃迁 所以只能辐射理想的光谱 注意 又一个古怪的概念进入物理学 跃迁 电子从一个定态跃迁到另一个定态 中间没有连续轨迹 否则就会发射连续光谱 并可能坍塌 这种保持轨道概念 尽量保持经典物理学解释的量子论 后来被称为旧量子论 跃迁概念和轨道概念并行 难以置圆其说 而且波尔试图建立 比氢原子更复杂的原子模型的时候 遭到了困难 一直没有得到理想的结果 这是旧量子论本身的缺陷导致的 新的量子论就是后来的量子力学 这个新旧之分是需要理解的 由一群年轻科学家建立起来的量子力学 有巨大的革命性 就像爱因斯坦抛弃了以太 绝对时空乃至引力等概念一样 量子力学一开始就抛弃了轨道 精确位置和精确动量 这一套经典物理学的物质图景 直接建立起描述量子运动 也就是微光粒子会以不同几率 出现在一些理想位置 从一个位置到另一个位置之间 没有连续轨迹 这种运动的一般方程 量子力学的建立 比较大的贡献如下 先是德布罗裔提出了物质波理论 关于德布罗裔 科普界流传着他的有趣的人生故事 比如他从历史学家改行为物理学家 并成为开启量子力学的巅峰人物 他的方程P等于λ分子H 与F等于MA E等于MC平方 E等于Hμ等著名方程一起 成为历史上最简洁 同时最强大的方程 他的方程里P是粒子的动量 λ是波长 这意味着一切物质都具有波动性 这样就打破了波和粒子的界限 这个理论很重要 他的命运也很好 很快得到了早就提出过 波利尔相性概念的爱因斯坦的账赏 并被电子颜色等实验所证实 在德波罗裔的启发下 雪定谔找到了波动力学的一般方程 称为雪定谔方程 从此量子的行为 由一个新的物理学概念 叫做波函数来描述 取代了经电物理学 用动量和位置的描述 雪定谔的波动力学 在数学上是完美的 但是这时候出现了 新物理学与日常经验的对应问题 也就是通常说的物理意义 波函数是个什么东西 位置是可以画出来的一个点 动量是物体冲出去的那个势头 那么波函数呢 最终这个问题以激励波的解释而告终 即把波函数解释为 粒子可能出现的位置的激励密度 在雪定谔建立波动力学的同时 海森堡与约尔丹 波恩 波利 波尔等人合力建立了另一种量子力学的表述形式 叫矩阵力学 除了运动方程 波利不相容原理 海森堡测不准原理等 也是量子力学的基本原理 共同构成了对量子运动和波利二相性的系统表达 后来 迪拉克又对矩阵力学做出重要发展 雪定谔证明了波动力学和矩阵力学的等价性 至此 时间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 这伙人认为量子力学正式建立完毕了 相对论和量子力学 都是人类智慧的精彩表现 都完美地解释了不可思议的现象 都是物理学独特探索方式的典范 用的都是可观测量 写出来的都是决定论方程 而且都与经典物理学在逻辑上相容 也就是说 经典物理学是他们的逻辑上的特例 这些是最重要的 但是在热心了解科学的大众圈里 二者的待遇不同 相对论大家对它没有太多惊诧和迷惑 理解障碍主要在于数学 量子力学就不同了 它似乎比较多的充击了我们的经验和习惯 比如客观性这个东西 一般理解就是一直存在着的意思 什么是一直存在着 这里有一个连续性的图像 张三从杭州到了北京 是有一条连续轨迹的 所以到了北京 他还是张三 现在你告诉我张三从杭州消失 出现在北京 中间没有中间过程 那他是怎么去的 我怎么知道他还是张三 玻璃二象性毕竟是个概念 你说某物有时是粒子 有时是波 那么它从粒子变成波的过程 是什么样的呢 再加上量子纠缠啊 多重宇宙啊 一时激起了扑术迷离的兴趣 对此科学家们自己 是不那么感兴趣的 对他们来说 现象是客观的 方程是决定论的 也是符合现象的和有用的 这就是一切 这就够了 最多他们会提醒 常识和经验 都是受特定理论约束的 某种习惯 不能理解 仅仅意味着碰到了 违反习惯的观念和解释 所以需要改变的是习惯 而不是在旧习惯下 追逐新的说法 现代物理学革命这件事 就讲到这里 希望同学们课后 补充一些阅读 一是多了解一些科学史的细节 二是尽量理解一下 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具体内容 好 今天这节课就讲到这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